樂天桃園棒球場 今年因為在球場進行整修草皮 沒有辦法趕上開季 直到這週才通過檢測 要進行測試賽後 才確定可以開打 不過原本昨天預計的這個首戰 因為下雨延到今天 這次的開球嘉賓 是找來了桃園市長張善政 但沒想到在這個開球過程 卻發生了意外插曲 看一下當時畫面 今天的精采好球就靠你了 3 2 1 請投出 哇 精采好球 出席來的觸身球 直接砸在市長張善政的腳上 而現場也掀起了另類的高潮 而根據了解 這次的投手是新民國小少棒的選手 曾經參加世界少棒賽 這次意外丟出了觸身球 但還好只是在開球過程 大家都笑笑待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市長中的家庭 並且當時所追求的 是在市長中的地獄